從一大到富邦 新東嘉能否打出新氣象 享受冠軍香檳的鐵美滋味 主力球性的心情 備受矚目 其中胡金龍高國會的合約年底到期 神權在明年底也將成為自由球員 好奇他們對於新的合約 有什麼想法 高薪水但是 索確的是給年輕球員 就是給一些基層棒球的選手 一種目標 我們當初會選擇旅外的原因 其實也是因為沒辦法 臺灣的環境 棒球環境還不成熟 合約的部分就是全部都由經紀人去協調 所以也都還沒跟經紀人討論過這些事情 那現在就是徹底的 好好的把自己放鬆 休息 現在希望隊友加薪再說 對啊 那我可以排最後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冠軍來得很不容易 就是大家這是所有人的功勞 我希望他都能夠加薪 這是最好的結果 奪冠的三大戰將 低調回應合約問題 共同點是有信心能夠連霸 而想要連續兩年成為終止王者 總教練葉君章表示 已經擬定好了訓練菜單 期待年輕球員更加成長 十一月七號正式秋訓 圍期大概是四個禮拜的時間 那當然是針對一些新進的球員 年輕的球員 就等明年一月十六號正式春訓 教練團方面還會調整 然後選手部分也是會做 也會做一些調整 有初步的計畫 當然這樣的計畫會很快 就會跟大家公布這樣子 富邦預計七號展開秋訓 新的戰團成員以及戰力調整 也有初步想法 團隊會用怎麼樣的陣容迎接新賽季 詳細的內容會儘快和球迷分享 富邦提訓商場 黃華軍 高雄採訪報導